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因擦洗的动作就像用刀把墙壁上的泥点刮掉一样 所以用利刀表示 这就是刷洗的刷字 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刷的东西是很多的 比如锅碗 瓢盆 乃至墙壁 车辆等等都需要刷洗 因此刷字左上的狮字不仅代表人的身体 还用来代表一切需要刷洗的东西 刷既表示刷洗用的工具 也表示刷洗的动作 比如鞋刷 牙刷 刷鞋刷牙等等 刷 湿窝刷 刷洗的刷 刷备用的毛巾沾上汉字污垢以后 需要在清水里洗涮干净 因为洗涮是在水里 所以用三点水做旁表意 又因刷 涮生母相同 所以用刷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洗涮的涮 涮的意思就是摇动着冲刷 略微洗一洗 涮 涮涮手 把衣服涮一涮等等 涮 湿涮涮 洗涮的涮 涮 古代皇宫里有专门为皇帝做饭的御膳方 还有专门为皇帝运烫衣服的校尉 校尉是一种小官 在运烫之前要先对龙袍三败九寇 然后才可以运烫 用诗字代表皇帝的龙袍 当然也代表着皇帝的尊严 这是什么字 这是柿子 是一张供桌的形象 对 在这里用它来表示叩拜和尊敬 这又是个什么字 这是尺寸的寸字 是人的手的形象 在这里寸代表手拿烙天 合在一起就是校尉的尉 读四声 尉 尉的本意是手拿烙天 为皇帝运烫衣服的人 后来引申为官名 比如太尉 都尉 县尉等等 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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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校尉的尉 尉 尉字还有一个读音 念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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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尉是百家姓中的父姓 比如唐代的尉尺宫就是姓这个父姓 尉尺的尉 尉 尉尺的尉 下面我们再接着说说运烫衣服 要想把衣服的褶皱运平 必须要把运斗烧热 烧运斗需要火 所以用火字表示 又因运 玉 生母相同 所以用玉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运烫烫的运 读四声 运 一运运 运斗运烫的运 运 衣服运斩了以后 穿在身上很郁贴 所以运字的另一个读音 读郁 郁贴的郁 郁贴就是妥贴舒服的意思 比如心里很郁贴等等 郁贴的郁 郁 郁贴的郁 人们为了保护好生存环境 美化城市 园林工人种植了很多的花草 他们就像运烫衣服一样 把草坪灌木修剪得平平整整 看上去位为大观 因为是草 所以用草字头表示 再用位字表示读音 就是位为大观的位 位的意思是草木茂盛 后来隐身为盛大或文采华美的意思 比如卫兰的天空 卫兰成风 云征霞卫等等 卫 卫卫 卫为大观的卫 卫 卫字的另一个读音 读郁 郁县的郁 郁县是个地名 在我国的河北省 好了 下面给我念 卫字的第二个读音 郁 郁 郁县的郁